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知道讲什么好 因为现在新闻太多 假新闻也太多了 我们不妨来现在聊假新闻吧 假新闻关于什么呢 当然是关于2020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这段时间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看到海量的新闻 很多新闻令大家非常迷茫 到底大选有没有舞弊 到底川普在这次大选当中能不能靠司法诉讼推翻选举结果 到底川普的团队是不是已经觉得川普败选了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几则比较著名的假新闻 首先是华盛顿在上个礼拜六举行了一个挺川普的大游行 我们光是挺川普大游行有多少人参加 各位观众 你们有答案吗 休解我没有答案 左派主流媒体说几千人或者一万人 川普的白宫的新闻秘书说一百万人 我们从空拍图面上看到整个街区挤满了人 说几千人可能性不大 最起码在我们南加州的洛杉矶 还有在北加州的三藩市挺川大游行恐怕都不止一两千人 何况有很多人是从全国各地到华盛顿去参加这次大游行 光是在这个大游行上演讲的这个有身份的有名堂的人 恐怕都不止二三十个 怎么会只有几千个人挺川普呢 所以到底这则新闻里边谁家讲的是真的 谁家讲的是假的 我们完全不知道 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个假新闻的例子 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都在流传这样一则新闻 川普为什么急急忙忙撤掉了国防部长 还有撤掉了这个CIA的局长呢 原来川普有后手 这个后手是什么呢 出动了美军的特种部队 突袭了德国某一家公司 拿到了这次大选舞弊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就是在今年大选当中进行点票的那个电脑系统 这个电脑系统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它叫多米诺 多米诺这个电脑系统呢 它是负责专门点算选票的 那么它在这个密西根州的安特里姆郡 发现了这个点票系统出了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有6000张本来是投给川普的选票 算到了拜登的头上 那么这个电脑系统到底是个偶然的事故出事呢 还是整个系统根本就可以做票呢 我们知道今天的电脑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 如果可以从后台操作点票的程序的话 那么这个大选就出大问题了 所以安特里姆郡这个电脑系统出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呢 当地的选务官员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这是人为的错误 什么人为的错误 我们知道电脑点票就是靠它的系统 用它的这个程序去点算选票 如果人为操作能够令它犯错的话 那么这个电脑还可靠吗 当地的这个选务官员是这样解释的 说这台电脑因为没有及时的升级 所以出现了这个错误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除了这台电脑之外 到底有多少台电脑没有升级 只有这一台吗 所以这个电脑到底有没有参与作弊 成了一个焦点话题 于是假新闻说 美军特种部队在德国突袭的这家公司 拿到了这个电脑的服务器 所以呢 这个大选作弊的铁证掌握了 川普肯定能翻盘了 那么休息可以肯定的说 这条假消息 假新闻 这两天呢 很多朋友都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 问我怎么看 那么我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假新闻 为什么这是假新闻呢 这个新闻呢 有两个明显的漏洞 第一个漏洞 他一开始说 川普为什么解雇了国防部长 跟中央情报局局长 其实我们知道 川普解雇了国防部长还是怕 但是并没有解雇CIA的局长 那么所以第一条 这个新闻这部分是假的 再有大家想一个基本的道理 美军在德国有执法权吗 如果美国发现在德国 有一些关于美国的犯罪行为 美国应该怎么做 美国应该联系德国政府 联系德国的联邦职 让德国的联邦执法部门去执法 美国的执法部门 比如说联邦调查局 CIA可以参与执法 但是绝不能派美军特种部队 去突袭德国某一个部分 这是严重侵犯了国家的主权 所以说特种部队在德国 找到了所谓这个电脑系统的 这个作弊的证据 这一条肯定是假新闻 这就是我们今天判断 美国总统大选 接下来要往哪里发展 一个最大的迷惑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新闻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我们甚至连华盛顿有多少人参加 挺穿大游行都做不到 那么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讲到今年的大选 休结看到了两个 令我们非常恐惧的事情 第一个恐惧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假新闻控制 这就是现在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平时太过习惯 在一些互联网上 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从社交媒体上 去看我们想得到的信息 我们从社交媒体上 去了解这个国家 了解这个社会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被这些社交媒体给控制了 如果这些社交媒体 不提供信息给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说 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就变了一知半解 甚至有很多真相 我们就不知道了 再加上我们看到 美国的主流左派媒体 在这次选举当中 明显的选边站 所以今天我们关于选举的争议 我们想得到一个清晰的信息 得到一个真相 都不这么容易了 那么如果社交媒体 如果网络对我们的生活 已经控制到这种地步的话 那么今后有人掌握了这个资源 掌握了这个最有利的科技武器的话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还能知道多少呢 这是我感到最恐惧的一点 所以今后社交媒体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大选过后 整个美国社会怎么样反思 社交媒体到底应该提供 什么样的真相给他的受众 这是我们将来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司法系统 美国司法系统按道理说 它是独立于行政之外 独立于立法之外 我们说美国三权分立就是行政立法跟司法 这三权分立当中 司法系统在整个大选当中的不作为 也令我们感到恐惧 什么叫不作为 比如说亨特拜登的电容门事件 联邦调查局拿到这个电脑 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倒是在今天 我们仍然没有听到联邦调查局 对这个电脑是真是假 对这个电脑里面的内容是真是假 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在美国有很多人支持拜登 支持民主党 也有很多人支持川普 支持共和党不要紧 我们政治观点不一样 但是真相不能被掩盖 如果联邦调查局拿到亨特拜登这个电脑 他可以站出来告诉我们说 经过调查这个电脑是假的 是有人栽赃陷害亨特拜登先生 这也对公众有一个真相的交代 但是我们看到联邦调查局也好 司法部也好 拿到这个电脑 知道今天没有宣布 他们有没有调查 也没有宣布调查结果 为什么呢 他们说不想干预美国总统的大选 什么叫不想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这个电脑是真的 如果里面内容是真的 如果拜登父子真是摄入了这个贪腐丑闻当中 而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投票支持了拜登 我们选出了一个贪腐的总统 美国选民情何以堪 美国选民怎么样面对这个错误的结果 美国整个国家的机器 整个民主的机制 怎么样面对这个选举的结果 所以公布真相难道就是影响总统大选吗 再有 在这次大选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作弊的嫌疑 我们客观的说我们看到了嫌疑 我们并不能证明这就是作弊 但是需不需要调查呢 首先司法部部长巴尔说 他已经批准他手下的检察官 对这个大选人舞弊进行调查了 我们知道这种调查是完全无效的 为什么说无效的呢 从现在开始到1月20号新总统上任 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现在联邦检察官再去调查 这个大选当中的舞弊行为 很明显时间不够不可能有结果不可能有真相 为什么在大选之前没有采取防范的措施呢 2016年的大选 2018年的大选没有舞弊行为吗 2016年德州就有16万非法移民参加了投票 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吗 查出来了 但是只有几个非法移民被关到了监狱 谁组织了他们去投票 谁允许他们投票 而美国整个选举制度当中到底有没有漏洞 难道不值得司法系统去做一个防范吗 再有2018年在加州就已经出现过 通讯投票严重影响了选举的结果 2018年两位共和党的国会众议院候选人 在点算选票之后宣布自己获胜 但是一个礼拜之后 州务卿通知他加上这个通讯投票 他们败给了民主党的对手 这种通讯投票影响大选结果在2018年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们换句话可以说民主党在这上已经尝到了甜头 难道美国的司法系统不应该去检测一下 到底通讯投票会对美国的选举结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而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防止通讯投票作弊呢 司法系统的不作为令到今年大选的结果出现了如此的混乱 司法系统不应该负责任吗 还有就是国土安全部属下有一个部门 专门负责有关网络方面的安全 在今年大选当中我们讲了安特里姆军那个电脑计票系统 发现了有6000张给川普的票 莫名其妙的转给了拜登 那么这个电脑系统美国今年选举到底是不是安全呢 现在国土安全局属下的这个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 居然站出来宣布说 2020美国总统大选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大选 我们要请问呢 已经发现了电脑系统在某种情况下出现了错误 已经发现了这么多邮寄投票被丢掉 现在在乔治亚州重新点算选票的过程当中 发现大量的选票被漏计了 这里边总共有5000多票 5000多票很可能注意影响一个大选的结果 难道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安全的选举吗 为什么在这么多选举舞弊一运正在调查的时候 这位局长匆匆忙忙要跳出来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一次大选呢 这让我们看到整个司法系统当中对大选当中存在的问题 在大选之前发生的问题 统统都给予了一种特殊的态度来对待 而这种态度最终就导致了川普的败选 我们能说这次大选没有问题吗 我们不敢确定说这次大选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违宪 它当中有没有舞弊 但是我们最起码要问一句 值得认真调查一项吗 好 我们再讲可能有一件大家都已经忘记的事情 在今年大选之前 美国很多情报部门都站出来说 我们又发现了俄罗斯跟中国准备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如果俄罗斯跟中国在今年有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我们请问干预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自从拜登宣布他胜选之后 这些情报部门这些媒体全部都闭嘴了 今年总统大选是最安全的一年 既没有俄罗斯的干预也没有中国的干预 那么为什么在大选之前这么多情报部门 这么多国会的民主党人警告说 今年总统大选会被俄罗斯会被中国干预呢 如果现在宣布胜选的是川普的话 会不会再来一次通俄门调查通中门调查呢 但是拜登如果宣布当选了 通中也好 通俄也好 干预也好 影响也好 通通都不存在了 难道这不是媒体跟司法系统加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力量 所以在今年大选当中 休杰个人认为谁当总统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还有效吗 它还符合美国的宪法吗 如果选举的结果都不符合美国宪法的话 你能保证今后有人来保护这个宪法吗 你能指望有人来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吗 如果言论自由跟民主选举制度都被破坏的话 美国还是美国吗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休杰有个非常突出的恐惧就是 我一觉醒来 我以为我生活在美利坚合众国 其实我发现原来我生活在白俄罗斯共和国 在这个国家里面 选举是让我们看不清真相 在这个国家里选举让我们完全不知道 他这个选举结果到底符不符合宪法 那么讲到这次选举 我们还要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为什么反川普的力量会这么强大 这两天很多我电台的听众或者电视的观众 都在问这个问题 川普本来在2020他选举一开始的气势 为什么这么好 最起码我们之前讲过在加州 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川普2020的旗帜 看到很多关于支持川普连任的旗帜 在2016年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 而为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美国的建制派 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 包括民主党的建制派 还有很多的行业 包括媒体的行业 包括高科技的行业 都在反川普呢 那么我们今天不妨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聊一下 到底谁在反对川普 那么首先第一个群体就是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这个体系过去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他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他是负责操作这个机器的人 那么谁来指挥他们呢 就是每年我们选出总统 总统组织了自己内阁班子 这个内阁班子就负责操纵 华盛顿这个官僚机器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华盛顿整个官僚体系 整个官僚机器 动员起来反川普 何以见得呢 在华盛顿特区周边的选票点算当中 支持拜登的居然达到了超过80% 换句话来说 整个华盛顿官僚体系当中的选民 都把票投给了拜登 那么川普到底如何得罪了这个体系呢 首先我们说 川普2016年上任的时候 川普讲过一句话 当时我们感觉都不深 川普说 我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慢慢我们从川普的这个陈述当中 我们了解了这样一幅画面 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跟某些政党 跟某些利益团体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他们在整个官僚系统当中 已经形成了一种贪腐的利益链 那么所以川普要抽干这个沼泽 其实这一点 一般的选民并不是感受太深 因为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毕竟离我们很远 但是在今年大选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体系的强大的威力 那么川普如何得罪了他呢 我们回顾一下 川普组织内阁的时候 他的内阁当中有很多政治素人 比如说他的第一任国务卿 第二身 比如他身边的很多顾问 是他的女儿女婿 甚至他的以前的这个战略顾问巴农 这些人本来都跟这个华盛顿官僚体系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川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川普这个信号 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副作用 川普等于告诉整个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我来挑战你们了 因为我对你们的不信任 所以我找了很多外人来进入白宫的体系 这个体系是操纵你们这台国家机器的 他跟你们没有利益关系的话 我就可以抽干你们 川普这个做法 一开始从上任第一天 就跟整个官僚体系作对了 所以这解释了后来为什么 这么多有关白宫的所谓的丑闻 川普违法的一些行为 出现这么多吹哨者 这么多匿名提供消息的人士 还有很多人离开白宫这个官僚体系之后 到外面出了很多书 把白宫形成一团混乱 川普以他自己的一个弱小的团队 在跟整个官僚体系在作战 讲到这个官僚体系 我们特别要讲到一个部门 就是美国邮政总局 今年总统大选当中 很多很多的这个舞弊的疑音 都源自于这个邮政总局 因为今年邮寄投票特别多 在大选投票之前就发生了很多新闻 什么邮包被扔掉 发现很多投给川普的票被撕烂等等 这些事情虽然得到证实 虽然它的量不大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邮政体系 为什么这么恨川普呢 美国的邮政总署 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没有成立之前 它就已经存在了 而它第一任的局长 就是美国的开国之父富兰克林 今天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非常想看到富兰克林先生 因为他印在100美元的钞票上 就是这位富兰克林 是美国邮政总局的第一任局长 过去在没有网络的年代 邮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所以美国的邮政总局非常庞大 庞大到光是汽车就有21万辆 它的员工有50万人 还有很多美国的退伍军人 都得到了照顾进入邮政总局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薪水不错 特别是福利很好 邮政总局这样好的福利 里边的联邦的雇员 他们生活得非常如意 但是网络时代来了 他们的好日子就结束了 所以因为邮件的减少 邮政总局的收入也减少 今天邮政总局负债多少呢 1200亿美元 我们说美国的国债高企 其中像邮政总局这样的联邦部门 它造成的美国整个联邦财政系统的负担 是非常巨大的 川普上任之后 一直说要对他进行改革 如何改革呢 终于在今年2月 他委任了一个商人 来当邮政总局的局长 我想川普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 我让一个商人去管一个邮政总局 把他当一个企业管 把他管得扭亏为盈 联邦的开支就减少了 纳税人的钱就可以用到该用的地方 这位商人上台之后 马上被质疑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捐过巨款给共和党 我们看这就是川普 这个政治素人 在这个政治舞台上 经常会被被人抓住把柄的原因 你找了一个商人去当邮政总局的局长 偏偏他又是共和党的金主 那么这里边有没有利益联系呢 有没有利益联系先不说 这位局长一上任 马上对邮政总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商人改革嘛 就是节省开支增加收入 这么简单的做法 到了邮政总局 偏偏就行不通 为什么呢 节省开支的一条 就是减了邮政总局 联邦雇员他们的加班费 这下就不得了 我们知道联邦雇员 最大的收入 并不单止来自他们的薪金 加班费有时候比他们薪金还要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联邦的官僚系统里面工作 可能加班费是你生活的主要来源 那么这位新的局长把整个邮政系统的 这些雇员的加班费 加班时间给减少了 这些人的利益就受到了重大的损害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 是不是我们可以解释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为什么民主党这么喜欢邮寄投票 为什么邮寄投票会出现这么多舞弊的嫌疑 所以我们从一个联邦官僚体系的部门就知道 在今年大选当中到底谁在反对川普 当然反对川普人还有很多 全球一体化的得益者都在反对川普 那么谁是全球一体化的得益者呢 当然是华尔街 包括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像脸书 推特 像亚马逊 这些金主们都在反对川普 所以今年这些金主为民主党捐了大量的款 而更重要的是 在大选之前 以及在大选出现混乱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社交媒体 或者美国的左派媒体 通通都把有关川普的负面消息把它放大 有关川普的正面消息 通通都把它隐藏了起来 那么大家会问为什么媒体会站在川普的对立面呢 我想这除了川普本人的个人形式风格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媒体背后的金主是谁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它背后的金主就是贝佐斯 贝佐斯的亚马逊 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这是贝佐斯能够成为世界首富的重要原因 而川普的反全球一体化的做法 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做法 要让美国用关税壁垒 保护自己自身经济力的做法 令到贝佐斯在海外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可以见的呢 我们看两点 第一个欧洲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高科技企业 要增加所谓的数字税 就是因为川普的反全球一体化政策 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报复 那么还有 贝佐斯扎克伯克这些人 他们最希望把生意做到哪里呢 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那里有十几亿的人口 如果他们能拿下那个市场的话 他们的营业 他们的利润将会创造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川普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明显令到这些本来想进入中国 不得其门的人 那么在今后就更加没有可能进入中国了 所以这些就是加起来反对川普的力量 这个力量够庞大吧 但是在这么庞大力量之下 川普现在还没有认输 川普到底有没有可能 在接下来的司法诉讼当中 能够反败为胜呢 比如说现在加州已经被联邦高等法院判决 加州今年向所有选民寄出选票 是违宪的 如果加州的这个选举方式是违宪的话 那么加州这55票的选举人票 要不要取消呢 如果一旦取消的话 拜登手上胜的票可就不够当选美国总统了 所以接下来司法诉讼的结果是什么样 我想是每一位观众最关心的事情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看看广告 接下来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来跟大家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到底川普接下来的官司 能不能让他在大选当中反败为胜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